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在应该是明天 我听到加拿大的安大略省 全省它叫什么Stay Home 就是说类似半戒严 在加拿大的魁北克省 就是大家知道的蒙特利尔 曾经举办过冬季奥运会 魁北克省已经实行了宵禁 昨天的安大略省 就是大家知道的多伦多沃泰华 它所在的加拿大最大的省份 近似 基本近似于半戒严 基本上戒严的概念就是 它晚上几乎不让出门了 有点这意思 但没有那么严格 没有那么像魁北克似的那么严格 原因它控制不了 原因控制不了 每天它大概有四千人吧 它飙升四千人 同时法国 英国 法国 英国 德国 荷兰 欧洲的国家 传统的欧洲的国家 它根本没办法抑制 在美国比较突出的是加州 大就是大规模的 大范围大规模的 商人跟染病 昨天另外一个特点 我在节目中讲了 美国的民主党人 美国的民主党人 昨天看到了第四个 我们跟大家分享比较早了 很多媒体还没来及报 看到第四个 就是昨天确诊的 前后大概到晚上有三个 头一天确诊了一个 在此之前 在大选前后 也就是说 在川普染病 10月1号之前 没有 好 我节目中跟大家讲过了 它显示出非常强烈的时间性 10月1号川普染病 一直到朱利安尼 那这一部分 这段时间 几乎全是川普团队的人 川普执政跟川普家庭 川普的朋友 他是以川普为中心 在朱利安尼出世染病 然后痊愈之后不久 这些获选的这些共和党人 就是在重新大选之后 获选的共和党人 开始竞相出世 共和党人死了三个 染病四个到五个 开始死人的时间 是麦克耐尔 跟另外一个参议员 跟川普开始决裂的时间 和疫苗开始出现的时间 你不信你就查去 你不信你就查 很有趣的 那也是在昨天 川普呢 自1月6号之后公开露面 他去了德州 在德州建起了一个边界墙 这是他上任时的 那个最开始的工作 470英里 来阻止非法移民 那这个墙完工了 基本完工了 所以在他的term当中呢 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 这是他最后一次露面 但是他露面了 所以在露面的时候 他第一次使用了 叫拜登政府 使用这个词 拜登政府 那同时间 在这个国务院 国务院昨天中午 发出通知 为了配合 获选的拜登 获选的拜登政府 国务院取消 所有出国访问 那本来呢 美国驻联合国的大使 在今天 星期三 应该出访台湾 那那是 那是对台湾来讲 是一个很 具有特别含义的 对吧 美国驻联合国的大使 以官方的身份 出访台湾 所以 这个人到了台湾 就一石二鸟 对不对 他既代表着美国 部长级的政 部长级的这个官员 又代表着联合国的 联合国的身份 所以对台湾 是一个非常 非常好的事 非常好的事 结果昨天就腰阁 这是命了 我只能说这是命了 如果这种事情 遇到的话 说明 这件事情本身 背后的原因 远远超过于 确认台湾 远远超过 确认台湾 在此之前 蓬佩奥撤销了 美国与台湾之间 交往的所有限制 美国政府自己的限制 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 那国务院的 国务院通知还提到说 蓬佩奥取消 本来这周 要去欧洲的访问的 取消所有欧洲之行 集中权力 进行权力交接 所以基本就是 到现在 今天是13号 那基本确定就是 他们所有工作 在交接权力上 那为什么会出现 这种事情 在此之前 在此之前 应该讲 川普并没有 并没有完全接受他 没有 我们看到 所有的声明中 都没有提到 一直到星期一 星期一的晚上 星期一的下午 佩洛西直接写信 写信是一种正式的事情 他要留下档案 他要在美国政府 美国国会中留下档案 佩洛西以议长的身份 众议院议长的身份 写信给美国副总统 这个彭斯 要求彭斯 要求彭斯 讨论 第二十五 宪法第二十五 修正案 来要求川普 离开白宫办公室 离开白宫办公室 那这是他提出的要求 24小时 彭斯 按照宪法规定 要与内阁进行商量交谈 那做不做 他的原因就是 1月6号 在这个国会山 所发生的事情 川普要负有责任 这里面 如果彭斯 接受了这个说法 他等于认同 他等于认同 川普是国会山庄 惨案的背后黑手 大家一定要明白这道理 民主党人 忘死了害川普 踩上一腕只脚 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那个就跟文化大革命 一样一样 完全一样 所以 那到了昨天晚上 到了昨天晚上 这个 众议院去讨论 就是投票 要求通过 第25修正案 那与此同时 彭斯拒绝 正式拒绝 这样的话 他们将今天 启动这个 弹劾案 那在昨天 川普在 登飞机去德州之前 和到了德州 公开发表演讲当中 在演讲词中 他涉及到几 涉及到几件事情 第25修正案 弹劾案 以及大公司 大公司的做法 就是封杀川普 和整个美国 右翼势力的 所有人的言论自由 在两个环境中 川普都表达了 他的态度 在这个过程中 出现了一个 非常细微的变化 细微的变化 就在于欧洲 欧洲的德国 澳大利亚 还有哪 大概四五个国家 在推特 谷歌 封杀川普的 这个账号的背景之下 他们提出强烈的抗议 特别是德国 他们提出强烈的抗议 那这一份抗议呢 就带来了一个 在人的环境中 如果我们把 我们把美国大选当成是 圣经启示录当中的最后的大审判的话 那接下来神就要出手 惩罚那些 就像我们说 月节 杨写的故事将再现人间 大批人死去 那那些 不支持川普的 在这个过程中 支持欺诈的人 这是欺诈选举咯 推特跟Facebook 封杀所有有关 质疑这次大选结果 和过程的所有言论 那这样的封杀 就是共产党做法 这是纯纯正正的共产党 包括德国在内 在拜登 在大选结果出来之后 他们率先承认拜登 还有英国 加拿大 承认拜登 承认欺诈 等同承认共产党 但当川普出现 以这样的方式 结束了整个这个故事的时候 当那些高科技公司 去封杀川普言论的时候 用了共产党的方式 那等于给了这些欧洲国家 很多人第二次 乃至第三次机会 面对纯纯正正的共产党做法 思维 他的运作方式 他的理念 你是否有所表达 那德国总理 澳大利亚总理 确实表达了 提出了强烈的抗议 那这一份表达 又使得德国也好 澳大利亚也好 他们在整个这件事情 就是大选当中的这件事情上 他们又给自己选择了 对的地方 如果你想说 另外一个角度呢 川普舍身取义 使得 那邪恶的更邪恶 而在欧洲一些国家 得到了一份 再次选择善良的机会 然后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